盤點2018手機黑科技 雙螢幕夜拍 達人力推 想要在領年中前 購入一支苦炫十足的手機嗎 蘋果副刊採訪十位科技達人 請他們選出2018年手機十大 創新黑科技 我們這次人體拍照的功能 我們是用主鏡頭去解決 我們的自拍鏡頭 過去我們成像不足 甚至光圈不足的狀態 所以我們在自拍過程中 其實效果會非常非常的好 雙螢幕不只運用在拍照 還有遊戲時的延伸運用 及多工處理都很方便 強打手持四秒夜拍功能 可以自動校正晃動時的時角照片 不用腳架就能排出美美夜景 效果經驗科技圈 全新的串聯雙電芯技術 它是同時為兩顆電池做充電 達到10伏5A的充電效果 大概在10分鐘之內就可以充滿40%的電量了 可以替其他手機無線充電 但另一款手機必須同樣使用QI系統 在緊急情況下是個非常貼心的運用 Vivo推出的NEX升降式前鏡頭 OPPO的FINEX前望式相機模式 都是解決螢幕佔比的運用 同樣為了解決螢幕佔比問題 取消實體的指紋辨識環 具有代表性意義 同樣為了解決螢幕佔比問題 取消實體的指紋辨識環 取消實體的指紋辨識環 具有代表性意義 照片不只直線在修修臉 人像美形功能可以快速針對 腰、腿、身高等進行修飾 讓身形調整到滿意的線條 隱藏在相機模組內的感應技術 對於人臉辨識、美顏特效、景深效果 有明顯幫助 復刊動新聞 雙螢幕覺得酷 報導